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幅作品是创作于1907年 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 惠林是在巴黎菊燕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他 这个作品在1907年展出的时候不仅获了奖 还受到了著名作家夏木树时的高度评价 他优美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 充分体现了清木凡艺术的特色 标志着他的创作高峰 在战乱的年代 清木凡依旧追逐着艺术梦想 感慨生命畅享自由 留给后人超越时代的艺术作品 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巴黎奥赛博物馆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直接参观巴黎奥赛博物馆